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 在哪一刻你特别想抽自己 很多人说是明明知道不该玻璃心 还是被朋友一句话伤得体无完肤 别人一句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连生气的理由都没有 你这个年龄还是不要穿这么露的衣服了 就你这种工作能力 没有被开除不错了 三十了再不结婚没人要了 女人大了孩子可不好生 看似是轻描淡写的品贫 却能刀刀插在你心里 你要是公开怼它们 还显得你特别小气 甚至是不知好赖 辜负了好心 说实话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刀子嘴豆腐心 原为心声 你说什么样的话 就是什么样的人 但凡刀子嘴的 都有一颗刀子心 比如那个说你不好看的闺蜜 从来没有教你化妆和穿搭 反而把你的丑照和他的美照放在一起发 那个说你没出息的兄弟 没有帮你分析出路和处境 在其他人面前依旧disney 还有那个催婚的亲戚 没有说理解你 或是帮你介绍男朋友 只是想突出自己女儿 嫁了个好老公 生活里就是有这么一种人 把毒蛇当成一种标签 说话很伤人 还理直气壮 但他们的话 除了满足自己的口舌之快 没给自己带来一点好处 还击垮了别人的自信 明知道话难听 还要坚持说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让你不舒服 这种人根本不是刀子嘴 道夫心 就是刀子心 很多人口出噩语的时候 总是打着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 为你好 曾经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个话题 小时候老师给你留下过什么阴影 满贫的答案都是老师随口说出的一些 无关痛痒的话 我教了这么多年书 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班里其他人都能做到 怎么救你不行 就你这样 还想上北大 这些话听起来是激励孩子上进 其实认真一想 就是语言暴力 我有个同学 小时候就被这种暴力 伤害过 他从小成绩不好 父母很着急 给他请了一个名师家教 他从此就走上一条自卑之路 就是因为老师的三个字 猪脑子 从此以后 他总是觉得自己笨 他别人笑话自己 总说自己要笨鸟先飞 哪怕被人欺负了 也喜欢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有时候 成年人的一句话 孩子内伤一辈子 可偏偏孩子还不能反抗 因为大人们总有理由 我是为你好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他们只是在发现内心的不满 如果说老师再不够格 也只会教人一阵子 有些父母的刀子嘴 则毁了孩子的一辈子 曾经有这样一条新闻 让人唏嘘 有个姑娘高考发挥失常 会心难过 可就在最需要安慰和鼓励的时候 父亲是这样说的 考得这么差 怎么不去死啊 于是孩子就真的跳楼自杀了 这句话 成了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姑娘留下了一封遗书 让你失望了 就因为父母的一句气话 姑娘死前还在愧疚 天下的父母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 也比较笃定孩子不会恨父母 所以有时候特别随心所欲 生气了 什么难听的话都说 但在父母失控的那一刻 就是在用语言暴力惩罚孩子 真正知道为孩子好的父母 只会耐心沟通 而不是把孩子当出气筒 沈阳市心理研究所做过一项调查 六名少年罪犯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们都有不幸的童年经历 其中有一条 就是遭受过父母的语言暴力 废物 丢人 是个人都比你强 每一句话 都能引起人心里的极度不适 在父母那里说的气 权以犯罪的形式 发泄在了别人身上 鳄语商人六月寒 所谓的刀子嘴 就是刀刀见血的杀人武器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中说过一句话 你说什么样的话 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这一点我很认同 喜欢嘴上打压别人的人 心胸必定相爱 嘴巴恶毒的人 内心也不会多善良 刀子嘴 刀子嘴豆腐心 不过是种借口 安慰一下自己 我其实没有多坏 也顺便骗骗别人 话难听 但是我善良 抱歉 没人能通过满嘴恶毒 看出你内心的善良 前几天 元旦假期 去参加了一个同学会 本来和老朋友们欢聚 回忆过去 畅聊未来 原本是件开心的事 却因为一句话 毁掉了一场聚会 我有个女同学 最近因为老公出轨 刚立了婚 大家心照不宣 谁也不提会因家庭的事 但她自己倒是很坦然 说起近况 也自黑 说遇人不输 每个人都有过得不好的时候 跟老同学倾诉一下 互相安慰鼓励 也算一种解压的方式 给情绪一个出口 我正想说 别担心 总会过去 话还没出口 我们团支说先开口 真不是我说你 看男人可得长点心眼 眼看着 大家都沉默不语 她依旧滔滔不绝地 开始指点江山 一副为你好的态度 藏不住看热闹的嘴脸 宗萨仁波切说过 大多数时候 标榜自己说话值的人 只是不愿花心思 考虑对方的感受而已 但凡有同理心 愿意多考虑别人感受的人 都不会说出很刺耳的话 尤其是别人处境很难的时刻 所以如果有些人总是以重伤我们 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口舌 一定记得适当远离 保护自己 他们所谓的刀子嘴豆腐心 只是在给刻薄打掩护 别再骗自己说 这些人是也为我们好 他们真不是善良 就是恶毒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你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